近日,一阳千禧的弟弟一阳玉华首次登上河南卫视 出现在河南卫视的县里梦天实验舱发射成功的影片中 一阳千禧的弟弟这是也要出道了吗? 影片从古人居然的天文视角出发 9岁的一阳玉华在影片中身穿黑白色羽绒服 手拿天文望远镜 一阳玉华在影片中的表现也令人惊艳 台词清晰,情绪非常到位,一点都不切成 只能七天成五号变完成了古人上雪天蓝月的神话 之后还穿上了宇豪员的航天湖 在登上河南卫视之前 一阳玉华的身影就经常出现在大众视线中 参加走秀,出演微电影,拍儿童杂志等 不得不让人猜测这是在位今后的出道做准备 一妈妈是想再打造第二个一阳千禧吗? 最近,一阳千禧凭借奇迹奔小孩再次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这是一阳千禧连续三年提名该奖项了 2020年上年的你饰演刘北山 2021年送你一朵小红花饰演唯一行 2022年奇迹奔小孩饰演酒 期待一阳千禧更精彩的表现呀